第947章 浮出水面上 老板 你 我爱死您了 庄瑞带着克莱德看完了三个分别撞有鱼雷发射架和火炮的房间之后 克莱德那张大嘴咧得简直合不起来了 恨不得抱上庄瑞亲上一口 克莱德 上船是不准携带重武器的 难道你就不怕被查出来吗 庄瑞对克莱德的表现有些不解 在他想来 克莱德应该忧心忡忡地向自己阐述这些武器的危害性 却没成想 这老家伙会是这种反应 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的公约 商船是不准配备重型武器的 因为商船如果可以携带武器 那么拿什么区分商船与军舰呢 这对各国的主权都是威胁 亲爱的老板不用怕的 哦 老天 我到现在还是不该相信 这些武器都是咱们的 克莱德显然兴奋地有点过了头 在看到庄瑞面色不善之后 这才严肃了起来 说道 没艘上船只有在进港的时候才会立行检查 一般去到陌生的港口检查就严一点 但是这艘船在奥曼停了二十年 没有哪个家伙对他再有兴趣了 听完克莱德的解释 庄瑞才闹明白 自己犀利糊涂的就把武器给装备上了 完全没想到还有进港检查一说 庄瑞摇了摇头 自个儿还真是无知者无畏呀 这万一要是被查出来 恐怕全世界没有一个港口会接纳自己的邮轮了 商船也不是说完全不能携带武器进行自卫 根据国际法的规定 商船即便携带武器也不是随便开火的 必须是在遭到对手首先袭击的情况下 才有权力反击 他们所携带武器也是被动的应付手段而已 而且携带武器的商船也会被劫持 克莱德给庄瑞讲了一个实例 就在前不久的时候 一艘朝鲜的货船在印度沿海域被劫持 当时船上人员就有武器 但是依旧被老练的海盗们搅了些 不过这艘游轮在澳门太有名了 所以克莱德才不在乎船上是否安装了重型武器 在他看来 这些武器会让游轮的安全性进一步得到保障 克莱德的情绪稳定下来之后 突然想起一个问题 看向庄瑞问道 对了老板 早上的爆炸声是不是鱼类弹造成的 哦 这个我也不清楚 或许是他们的运气不太好 自己船上的弹药爆炸了 也说不定了 庄瑞笑着弹了弹手 一脸无辜的表情 不过他的样子已经说明了问题 而克莱德也终于闹明白了 甘心海盗船不是逃逸 而是沉入到了眼前的这片大海之中 克莱德听到庄瑞的话后 忍不住握紧了拳头 恶狠狠地说道 太棒了 老板 等回航的时候咱们走慢点 我要把马六甲的海盗都给干掉 庄瑞没好气地说道 得了吧 这些武器非是万不得已 千万不要动用 一发鱼类弹要好几十万美元呢 看到克莱德一愤填膺的样子 庄瑞很是怀疑 这老头不会以前被海盗抓住 抱过菊花吧 怎么一听海盗两个字 就像是打了鸡血般激动呢 要知道 海上可是很少能见到女人的 而同性恋最为集中的地方 莫过于海上的船员了 这克莱德要是把胡子刮掉 年轻的时候 一定是个英军潇洒的小伙 想到这里 庄瑞不仅打了个寒碜 看向克莱德似的目光 也变得有那么一点不同了 老板 那些海盗可都是有钱人呢 海盗打击商船 咱们打击海盗 那可是天经地义的呀 克莱德的话 让庄瑞打消了一律 否则 他还真是不放心 将这艘船交给一个 有特殊癖好的船长 只是克莱德这主意 打得未免过于一厢情愿了 庄瑞哭笑不得地说道 得了 克莱德 你是这艘打捞船的船长 咱们的任务是探险 是追寻古代的沉船宝藏 而不是去做那些 该死的军人做的事情 不说别的 只是这游轮的速度 就远不能和那些 小心舰艇相比 总不能每次见面 二话不说就上鱼雷吧 庄瑞可是没有 那么多的鱼雷供消耗 庄瑞见到克莱德还想说话 连忙摆了摆手 说道 行了 你去找李震 告诉他 就说是我说的 让这一套监控设施 连到船长室 以后 你也可以实时监控了 谢谢你 老板 庄瑞的举动 无疑是将整艘船的控制权 都交到了自己的手上 克莱德虽然不懂得 什么叫做视为知己者死 但是 此刻他的心里 却是下了 给庄瑞卖命的心思了 别说那些没用的了 现在还要指望船上的工作人员 你去发个通告 告诉他们海盗不会再来了 让他们安心工作 不过 船上的武器系统 还是要保密的 克莱德之前都如此惊慌失措 更不用说下面的船员了 中瑞怕自己要是不投意返航 估计那些船员们都能卸下小艇 自个儿划船回去了 听到中瑞的话后 克莱德也意识到了 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当下去到船长室发通告去了 要说克莱德在这艘船上的权威 真的不是一般的高 他的声音传出后 那些心里面骚动不安的船员们 全都镇定了下来 至于那些平台的工作人员 则是反应不大 海盗袭击带给他们的 只是一次新奇的企业 和日后吹牛的资本 甚至有很多人 为了没能见到海盗 而耿耿于怀呢 在船上所有人都休息了一天之后 打捞沉船的工作继续开展 制定打捞计划 是一件相当繁琐的事情 让庄瑞和好几个专家 都感到有些疲惫不堪 由于沉船在海底 两千多米的地方 又有大量的珍贵文物 所以想要整体打捞 其难度绝对不低于 对泰坦尼克号的打捞 虽然两者的体积 相差了无数倍 最终三天之后 在庄瑞的坚持下 方案终于被制定了出来 此次沉船被命名为 海上丝绸之路一号 而此次的打捞行动 则是叫做海上丝绸之路一号 打捞计划 快再放三十个福冬下去 对抽干空气的 要保证在第一时间内 所有福冬能同时充满气体 时间又过去了两天 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就绪 从早上四点半开始 船上的工作人员就忙碌了起来 机器轰鸣声远远地传了出去 庄瑞的这艘打捞船上一片繁忙 偌大的平台已经移动到了海面上 一百六十个福冬已经沉入到海里 每四十个福冬为一个单位 所有的绳索都是连接在一起的 而两个水下机器人现在也在忙碌着 通过平台操纵 两个机器人需要将四股特制的绳索 拴到海底的古沉船上 但是这个工作就进行了两天了 要知道 虽然这古沉船看上去很坚固 但是绑腹的位置要承受福冬的拉扯力 万一承受不住的话 不仅会船体损毁 船上的那些东西也将遭受灾难性的破坏 一组一组汇报准备工作 八个总指挥 所有准备工作完毕 随时可以进行上伏 八个总指挥 二组准备完毕 八个总指挥 三四组准备完毕 一共有四个小组控制福冬 而完成了绑腹工作的深水机器人 则是拿了一张特制的 长宽幅度在四十米以上的渔网 这渔网本来是捕鱼拉船所用的拉网 是用钢丝和绳索制造的 异常的坚韧 这也是庄瑞特意联系了澳门方面 让人给专门送来的 庄总 您看怎么样 可以开始了吗 在平台的监控室内 张公虽然作为总指挥 但还是要听从庄瑞的指示 毕竟这才是真正的老板 经过这两天的争论 张公对庄瑞是佩服异常 一个从来没有进行过深海打捞的年轻人 居然对各个细节都了如指掌 更让张公钦佩的是 庄瑞仅是通过水底机器人传感回来的画面 就精确地找到四个加固点 经过两天的测试 表明了这四个加固点 可以承受浮童所带来的拉力 开始 庄瑞信仲也是有些激动 中国的沉船打捞技术 在国际上一直都很落后 对于深海打捞这一领域 更是差了发达国家许多 自己的这次尝试 也将开启中国深海打捞技术成熟的新篇章 当然 虽然这艘船是在巴纳玛注册的 并且这里也是公海海域 但是庄瑞仍然将这次打捞行为 作为国家行为 庄瑞已经和导师孟教授联系过了 估计最迟明天这时候 孟教授就会带一帮水底打捞专家赶过来 一二三四组准备 在浮童内注入三分之一的空气 开始 随着张公的一声令下 邮轮上那个巨大的冲气泵 发出了震天的轰鸣声 一根根特殊连接的软管迅速的膨胀了起来 空气通过软管传入到一百多个浮童内 由于浮童本身的浮力 它们只是沉在大海两百多米的深度 在空气进入到浮童内之后 一百多个浮童马上缓缓的向上浮去 浮童和沉船相连接的绳索也从松弛的状态 慢慢开始崩直了 浮童冲气和上升的过程是十分缓慢的 用肉眼看水底摄像机传回的画面 几乎看不出浮童的动静 庄瑞一行人都是瞪大了眼睛看着屏幕 当然 它们所看的不是浮童 而是海底的沉船 随着绳索的慢慢崩直 所有人都紧张了起来 能否将沉船从海底泥沙中拖出来 就再次一举了 原本如同水草一般松散 飘在水中的绳索 经过七八分钟之后 终于快蹦直了 这一刻 庄瑞的心都几乎提到了嗓子眼 两眼紧盯着面前的显示器 不好 右边第三根绳子速度过慢了 三组 三组 马上往你组的肤筒内 再冲进去三分之一的空气 庄瑞发现 沉船上的四根绳索并不同步 有三根马上就要拉紧 而有一根 则还是显示松散的状态 这样一来 等到绳索绷紧之后 必然会失去平衡 庄瑞顾不得张公是总指挥了 一把拿起对讲机 命令了起来 随之将对讲机一扔 眼睛又看向了屏幕 随着甲板上冲击蹦的轰鸣声 庄瑞发现 那根松散的绳索 终于赶上了前面的速度 心里这才松了一口气 不过也就是喘口气的功夫 庄瑞的心又掉了起来 因为斧筒已经开始实力 从屏幕上能看出来 在海中沉寂千年的古船 慢慢的摇晃了起来 这艘船长达近三十米 按照张公等人的测量 船体加上里面的货物 总吨数 差不多可以达到七百吨 几乎和钻探平台的动力相当了 千年来 海底应该也会有些变化 整艘船身 几乎有一半 都陷入到了海底的泥沙中 虽然船身摇晃了起来 但是并没有庄瑞等人 期待中的脱离海面 不过唯一值得欣慰的是 庄瑞所选择的四处加固点 十分的牢固 并没有出现船体破裂的情话 深海打捞最重要的难点之一 现在确实得到了解决 张公在观察了一会儿之后 看向庄瑞说道 庄总 我看需要加大浮力了 庄瑞看到浮筒和陈船之间形成了僵直 点了点头 说道 好 不过 要一点点的加入空气 如果实在拉不出来的话 再用浮调加一把力 不过 操作上要小心拿 庄瑞之所以选择 用浮筒上升的浮力拉扯陈船 就是因为这种方式比较温柔 不容易对船身造成伤害 而浮调和推臂动力过大 一个不小心就会将沉船毁坏 这会儿 沉船已经开始松动 到时候 只要操作小心一点 也是能够达到庄瑞的目的的 他只需要沉船脱离海面一点点 只要能将鱼网铺在底下 那就是大功告成了 开始往浮筒内注入空气 随时准备停止 张工的命令传达下去之后 屏幕上的沉船摇晃得更加厉害了 在几千米之上 根本就无法完美的掌握平衡 船舱内的一些器皿 威胁着滑落了下去 庄总 这些散落的器物 回头是可以用机器人寻回的 您别担心了 张工看到庄瑞的脸色有点难看 联盟安慰了一句 并且在心中暗自惊醒 如果按照他的办法 直接用浮调悬臂拉上来 恐怕庄瑞只能得到一堆破烂了 庄瑞摇了摇头 说道 没事 这也是意料之中的 如果能掌握平衡 也就不用费这劲了 随着福同拉扯里的加大 海底的泥沙翻滚 清澈的海水 已经变得浑浊了起来 即使在十二盏强光灯的招式下 依然很难失误 庄瑞突然拿起对讲机 大声的吼道 停 停止空气注入 庄瑞的举动 让所有人都愣住了 现在情况未明 庄瑞为什么叫停呢 快点看屏幕上 庄瑞来不及解释 眼睛丝丝的盯在了水底机器人 传来的画面上 张工盯着屏幕看了半天 还是一片浑浊 不由问道 怎么了 庄总 沉船已经脱离了海底泥沙 不要再使用浮童了 这东西 即使注满了空气 拉扯力 也不足以将其拉出海面的 庄瑞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屏幕 确实让一屋子人都感到很纳闷 他们就不明白了 看的都是同一个屏幕 为啥庄瑞就敢如此肯定呢 庄瑞当然敢确定 虽然他的灵气无法直视沉船 但是通过船上物体灵气的感应 庄瑞发现 他一直关注着的一个物件 掉落的位置和船舱正中呈直线 这也就说明 船底已经脱离了海底 在浮童停止注入空气之后 沉船摇晃的频率顿时减少了很多 在过了大概二十多分钟之后 沉船卷起的泥沙 才逐渐沉淀了下去 海水重新恢复了清澈 真 真的出来了 天哪 拉出来了 拉出来了 我们成功了 拉出来了 在重新看到画面上的情景之后 平台的监控室变得沸腾了起来 因为从沉船底部已经可以看到亮光 也就是说 这艘古船已经从泥沙中脱离了出来 如何完整完好的将沉船拉出海底 是此次打捞行动的最大难点 也是制定方案时争论最多的地方 现在庄瑞用他的办法证明 他是对的 在这一刻 不管是操作机器人 还是调试摄像机的工作人员 纷纷用钦佩的眼光看向庄瑞 自发的鼓起掌来 张工对庄瑞也是敬佩有加 一边鼓掌一边说道 庄总 好样的 您要是涉足这个行业 我们可就没饭吃了呀 得了 张工 您就别碰我了 打捞和设备领域 您是专家 咱们还是继续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吧 早点让沉船浮上海面 那样 你我的工作 才算是完成了 庄瑞这几年风投出的多了 身上的明显一大把 对于张工的奉承 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而是在想着 下一步将要进行了工作 不过庄瑞的话 却是让张工对他更高看了一眼 这么年轻 就能如此的不焦不燥 难怪别人能赤手空拳的 打下这么大的一份产业 接下来的工作 相对就比较简单了 在操作员的操控下 两个水底机器人 缓慢的将大网铺在了沉船下面 由于福利的原因 张开的渔网 马上就将沉船给包裹了起来 看到这一幕 众人都欢呼了起来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 中国人打捞的第一艘深海沉船 或许就将出自他们之手 工作还有很多呢 大家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千万不能让这艘古船有任何的损伤 庄瑞看到有些人 已经开始庆祝了起来 连忙给他们泼了盆冷水 沉船不出海面 变数还多着呢 万一海上起了风浪 那就是一件非常麻烦 和难以解决的事情 嗯 等这次工作完成 我个人会给大家一些奖励的 每人五万块人民币 庄瑞在挥起大棒的同时 也给了这些人一颗填枣 他的话顿时让众人的眼睛亮了起来 五万元 可是厂内很多人半年的工资了 这份奖励可是沉甸甸的 等连接好渔网和浮调之间的绳索之后 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多个小时 这时已经是凌晨三点多钟了 不过监控室内的人 却都是全身贯注的在工作着 没有一丝的懈怠 不能不说 庄瑞的奖励在其中起了很大的因素 庄总 终于能松口气了 只要明天风平浪静 沉船估计在中午的时候 就能浮出海面了 在浮调上手指粗细的钢索 开始卷动以后 张公揉了揉充满了血色的眼睛 长长的舒了一口气 现在 沉船再以一种匀速向海面上升着 考虑到海底压力对沉船的损失 这种速度非常的慢 三千多米的深度 估计要好几个小时之后 才能浮出海面 谢谢张公 谢谢大家了 庄瑞这会儿紧绷了一颗心 也放了回去 站起身 对着众人鞠了一躬 不过心里却是在盘算着 是不是出笔钱 将这些人给挖过来呢 树有专攻 庄瑞只是动动嘴皮子 但是实际操作 那是一窍不通 他知道 要是靠自己 别说三千米的沉船了 恐怕就是三十米 都没那能耐将其打捞上来 庄总 千万别这么说 这是我们的工作 而且 您不是还额外给了奖励吗 是啊 庄总 给您干活就是痛快 奶奶的 总公司那些家伙 从来不管我们的死活 这几天 这些人和庄瑞混得很熟了 见到庄瑞的举动之后 纷纷大声嚷嚷了起来 庄瑞是越听越高兴 不怕你们有情绪 没情绪 哥们还没法挖人呢 时间过得飞快 一眨眼 外面的天色已经放亮了 整个监控室内的人 都是瞪着一双充满血丝的眼睛 紧张地看着监控器 随着沉船距离海面越来越近 监控室内的气氛也愈加地紧张 在鼓沉船浮出海面的那一刻 他们将改写 中国无法进行深水打捞的历史 这将会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就在监控室内气氛紧张的时候 彭飞突然走了进来 在庄瑞耳边说道 庄哥 有两艘船在向我们靠近 李珍刚才联系了一下 是国内来的科考船 靠 他们可真会赶时间呢 庄瑞嘴里嘀咕了一声 站起身来 虽然是自己主动求援的 但是这来的时机 也掌握得太好了吧